大家早晨 雖然玩錶是一個很個人的嗜好 其實有很多錶在家中 自己一個人躲在房間 慢慢孤方自想 一隻一隻來慢慢去玩 不過玩錶也可以是一個群體的活動 以及在更多人一起玩的時刻 找到更多的樂趣 所以你會見到很多不同手錶品牌的群組 或者是一些Facebook群組 或者是標譜自己的群組 現在因為Youtube的興起 不是現在興起的 多了一些手錶去介紹 包括我自己 我們也有自己的一個圍內群組 我叫做李昌同學會 多了人一起去聚會 去交流 令到玩錶這件事更加好玩 因為大家每個人有不同的背景 每個人有不同的觀點 想法對每隻牌子也有喜愛 對一些牌子非常之不喜愛 大家交流 大家互相研究 都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在大家彼此身上 也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資訊 因為每個人每日的時間有限 吸收的訊息和資訊也不同 當我們每次 尼昌同學會 每次 你不要以為我們吃晚飯 就是吃喝玩樂 也都是在那些時間 得到很多不同的手錶的一些新的訊息 以及大家互相交流 每隻手錶 每隻手錶 每一款 你不會買所有的手錶 一定是使用者才有最真實的體驗 也都是可以在彼此身上 得到這些訊息 那 未來三月 DELMA的 老闆 瑞士老闆 FREG 也會再度來香港 我也會和他安排 一個 同標迷的聚餐 其實 玩標 那些標迷 有幾可 是可以直接 跟品牌的老闆 一起去交流 或者是 去提出你自己 對品牌的一些想法 或者知道 品牌將來的一些動向 我這裏 都在這兩年 幫大家安排了 不少這一類的機會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我相信 參加過這些隨匯的標迷 都可以和你們分享 今次三月 DELMA 亦都有一隻非常厲害的新款 將會推出 在應該手錶 應該頭一兩隻 有機會在距離之前 到我們手 其他的貨 亦都是很限量去生產的 會陸續續 四月第一後 到香港 關於這隻標 我先賣個關子 遲些 我們會和大家 再深入去介紹 好多謝大家 支持我標之旦 這個頻道 我亦都會 在找超信價 推介給大家 亦都會盡量去安排 更多這一類的聚會 令到更多標迷 可以互相見面 吃喝玩樂 交流 分享對手錶 對手錶的熱性 令到大家 都可以感染大家 令到玩標 這件事 不是一個人玩 這麼寂寞 今天星期五 週末到 希望大家 有時間 都可以來 離窗表 支持我們 我們 盡量 尋找多些 筍物給大家 昨天我走過尖沙咀 非常非常黃 非常非常 很多人 金譜 尤其是 代表什麼呢 原來黃金 是這麼受歡迎 在這一個時間 可能 每個人 又是 心想保值這件事 今早 我將會回來 唱片行 找些 金錶 推介給大家 金價 不停升 不過 金錶 價錢 不停跌 不是公價跌 是我們 買出的價格 折扣 越來越多 一來一回 你覺得 今時今日買金錶 值不值呢 快點